大家好 13点33分 1月19号 这个有我的观众朋友啊 感谢感谢我的观众给我爆料了 这个 河北省应急管理局发了一个通知 关于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的提示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 机关各处市 局属各单位 冒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是受各种灾害影响的主要群体 与灾后应急援助的对象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必要的应急物资储备 就可在外部的救援物资送抵前 为家庭成员的自救 护救和逃生 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 从功能性 重要性 可靠性 便携性 以及经济实用等因素考虑 在参考国内外应急物资储备清单的基础上 现提出保定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不倡导每个家庭盲目囤积 而是在理性防范下降低灾难风险 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分为基础版和扩充版两个 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引导居民家庭 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 生活习惯和实际需要 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补充和储备 各单位可利用公众号 微信工作群等做好宣传提示 也可结合五进 五一二三四五 进是什么 进家庭 进社区 进单位 还是进什么 五进工作 发放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清单明白纸 就告诉大家有什么东西 提高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 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这有附件 这是昨天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把他名字引去 昨天发的 昨天发的 附件就是清单 应急物品 应急物品 第一 手摇 充电电筒 第二 救生哨 第三 毛巾纸巾 第四 呼吸面罩 这就是 前三个是应急物品 手电筒 救生哨 毛巾 纸巾 然后应急工具 包括呼吸面罩 多功能组合工具 应急逃生神 灭火器 灭火毯 然后应急药物 有常用药品 抗感冒的 抗感染的 抗腹泻的 非处方药 少量 还有医疗用品 创可贴 纱布 绷带 还有点符 棉棒 瞅瞅 接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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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绷带纱布创可贴 还有点伏棉棒处理伤口用的消毒杀菌 还有一次性的医用口罩 还有水和食品 包括饮用水矿泉水 饼干压缩饼干干脆面 巧克力罐头 维生素补充剂 还有特殊人群的用品 包括婴儿奶粉 儿童特殊食品 老年人特殊食品 还有高血压高血糖患者的特殊食品等 还要有洗漱用品 这个是在个人用品里边 毛巾牙刷牙膏洗发水 香皂沐浴露 手动剃须刀 手动它不是电动 电动如果比如说有人轰炸呀 是吧 或者发大水呀 战争啊 是吧 各种的啊 台风啊 对吧 那你那个电动的要没有电怎么办 断电怎么办 包括地震呀 是吧 那么还要有衣物 被用的内衣裤 内衣内裤 轻便的贴身衣物 防水鞋 帽的手套等 啊 这个还有有女性用品 比如说孕妇的用的东西 孕妇用品 还有妇女卫生巾等 还要有其他个人用品 比如说隐形眼镜的 这个这个眼药水啊 就是吧 我记得那会儿美国人老做广告 是什么隐形眼镜 什么牌子 我忘了 那会儿老做广告 现在忘了 驱文剂啊 在地震啊 洪水啊 啊 还要有消毒液 漂白液 还有儿童的图书 还有这个这个玩具等等啊 还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啊 对这上面还有医用的橡胶手套 宽胶带棉花球体温剂 还要有家庭成员的信息资料 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机动车车本驾驶证 出生证结婚证 还要有重要的财务资料 适量的现金啊 还要有银行卡存折 还有不动产权证书 还要有股票债券等 这不是你们家全部家当吗 你还怎么准备啊 这有意思真有意思 还有其他重要资料啊 包括保险单家庭应急卡片 建议正面附上 附上家庭成员照片 血型 常见疾病及情况 反面附上家庭住址 亲属联系方式等 也挺可要的哈 对了 前两天还有人给我爆料 也是我的 我的那个那个观众 说是这个去年 不是发大水吗 来台风了 就是北京郊区 那个那个那个卢沟桥 那个长新店那边 不是有一条河叫小青河吗 那条那个大 那个大桥突然间被冲毁了 当然这里边有腐败呀 层层转包啊 豆腐渣呀 回扣啊 潜规则呀 那个大桥 突然间断了 有六七辆车给冲进去了 也许那人都给淹死了 眼瞅着 这不有视频吗 那个时起时伏 时饮时现 那些车就往下游被冲下去了 那个桥 去年七月份到现在还没修好 这就是中国 对吧 这就是中国 钱呢 都给了 脑鲁 前两天又给脑鲁了 对吧 为了抢台湾的邦交国 老百姓 对吧 什么日子呀 对吧 前两天还有那个有人拍的视频 就在那个灾区 河北卓州啊 白沟啊 是吧 这个这个北京的房山呀 昌平啊 门头沟啊 那那房子 是吧 街道上的那个泥 那个房屋 是吧 那个还没有完全恢复 几乎没人管了 大家伙从这注意力转移 你自己想折吧 你自生自灭 你自求多福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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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